华侨協會總會在理事長林奇國率團之下 拜會的花蓮縣政府 並且捐贈新台幣60萬元 要支持0403的地震災害 縣長徐正位代表授證 感謝所有來自各地的善心 也致正感謝狀 也謝謝我們華僑協會 華僑協會總會在理事長林奇國的率團下 15號拜會花蓮縣政府 並捐贈新台幣60萬元 要援助0403震災 一件事都非常關心我們花蓮這次0403的災情 所以在第一時間 他們就希望說能如何能來幫助 當然我個人也來過兩次了 也更了解說花蓮目前的狀況 那所以當然我們也不敢說太早來 太早來的話更會打咬 整個很多工作的困擾 而華蓮縣長徐正位則親自代表授證 感謝所有來自各地的善心 並致正感謝狀表達對華僑協會總會的誠摯謝意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真的大家這個華僑協會來到花蓮 真的我們都是坐火車來 好像也可以看到 其實經過的地方 東海岸真的很美 但是現在來給花蓮的支持 我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謝 所以我要在這裡再次感謝大家 今天真的能夠通成福福來到花蓮 給我們最大的福利 華僑協會總會成立已有80年 其中指為團結喬社 服務僑胞發展組織 相當重視海外僑胞面對的問題 積極促進全球各地華僑團結聯繫 這次更將元首升進國內災區 成為地方民眾及政府最堅強的後盾 記者徐立晴華電視報導 給我們一個愛心